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PCRG核酸检测都验不出来 而我们的指挥中心则表示 目前台湾检测可以验出来 应该不用太担心 24号指挥中心宣布又增两例境外移入个案 案1010是菲律宾级20多岁男性移工 检疫期满前裁解确诊不需匡列 但令人关注的是案1009 一年级20多岁女学生 她去年11月就曾经确诊 在一年治疗康复之后 今年3月9号持3天内阴性检验报告 来台就学并在集中检疫所检疫 22号检疫期满前裁解确诊 案1009是一名境外留学生 有人希望低风险国家 像是澳门留学生入境 是否可以缩短检疫期限 缩短的检疫时间是针对商务 不是不可行 然后因为确实澳门是 非常的相对低风险 直接研究看看 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给她一点正面的回应 对近乎没有疫苗的台湾来说 边境严格的裁剪及隔离 将会是台湾防疫最重要的武器 但法国发现一种新的变种病毒 居然连PCR检验都测不出来 建议是发生在这个鸡蛋白 S蛋白上面 那我们现在目前所用的PCR 其实侦测的是另外两种基因 必要的时候才会再去加做 在我们一般例行的PCR检疫里面 应该是不会有侦测不到的一个情形 台湾边境防疫至关重要放宽 或是严格把守更要多放考量 记者杨氏市曹家园台北想不到